这可能是我见过最猛的火力覆盖 男人拉动机关 一排排枪管整齐地放下 不要命的恐怖分子直接翻越围墙 准备强攻 然而男主早已架起狙击枪 随着一声枪响 子弹带动机关 杀戮开始 这一幕连指挥室里的众人都惊待了 哪见过这么恐怖的画面 然而杀戮还未停止 眼见恐怖分子暂时被击退 男主也放松下来 而指挥室这边发来命令 让特种部队先行待命 很快黑夜降临 特种部队炸毁机枪 指出烟雾弹 男主丢失视野 狙击手艺枪击中男主 特种部队趁机强攻 正当指挥室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 在一旁埋伏的恐怖分子居然趁机偷袭 全员进攻 特种部队只能先停下 分析战况 然而随着一声警报响起 新一轮的屠杀即将开始 众人再次惊呆 男主一个极限划铲上前干掉一人 叼起雪茄再灭一人 随着烟雾散去 一名不怕死的恐怖分子上前查看 却被内烟中恶鬼直接干掉 男主高举AK盾牌向前挺进 不要命的恐怖分子冲上前 男主一拳交作人 帅气一脚接起地上的喷子 又是一顿疯狂服务 刚解决完恐怖分子 此时特种部队下令直升机开火 加特林开始疯狂扫射 男主只能边倒边撤退 趁着机枪手上弹的功夫 男主将寄出大杀器 助手按下遥控装置 男主缓缓抬起右手 身后的神像居然也跟着同步抬起右手 神像的手指断开露出里面的枪 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 特种部队与恐怖分子全部清空 男主抬起倒塌的大门 深藏功与名 不再有人敢踏入他的领地办公 男人原本是一名职业杀手 只要给钱 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 而道上的人都称呼他为猎鹰 因为他锐利的眼神 可以在千米外无视障碍拘杀敌人 当有人听到与他相关的事 反应是这样的 当有人看见他的名字 反应是这样的 这天一伙雇佣军前来干掉猎鹰 雇佣他们的是这个眼睛上有刀疤的男人 他的儿子之前就死在猎鹰的手上 所以这次他必拿下猎鹰 赏金每人一千万 雇佣军来到男主的藏身处 而敏锐的男主早已察觉到敌人的到来 一发RPG过去猎鹰的小屋被炸成碎屏 完事后雇佣军来到小屋查看 正当他们以为男主已经化为鸡粉之时 却没想到自己早已落入陷阱 此时的男主正躲藏在地堡内部 拿上心爱的狙击枪 猎杀开始 清理完所有人 猎鹰上前清理没有死掉的敌人 没有死的直接抱头 拿起牛仔帽带上 想投降 不存在的 一并带走 而猎鹰之所以变得如此残暴 全因为自己的年少轻狂 年纪轻轻就成为了著名职业杀手的猎鹰 接到一扇大买卖 这次他们的目标是一名警察 正当猎鹰锁定目标之时 目标与一名女孩相撞 而女孩的行为举止瞬间俘获了她的方形 猎鹰松开了扳机紧盯着女孩 一旁的助手也是相当的无语 当女孩路过一条巷子的时候 被一群小混混打劫 却没想到他们惹了不该惹的人 感动我猎鹰看上的女人 你们这是自寻死路 见此情况小混混赶紧将财物还给女孩 而知道有人保护了自己的女孩也相当开心 自此猎鹰便一发不可收拾 别人聊妹靠送礼物靠花言巧语 对不起我猎鹰聊妹靠枪 而犯了花痴的猎鹰在无心情工作 每天跟踪女孩 却没想到自己的小心思被一名小女孩识破 小女孩来到猎鹰面前 她一眼就看出猎鹰在偷窥自己的老师 并表示如果猎鹰带着自己玩 自己就帮猎鹰追老师 原来老师名叫突妞妞 梦想成为一名设计师 正在不断努力 但是却四处碰壁 于是在小女孩的帮助下 猎鹰开始应和追求突妞妞 而知道有人保护的突妞妞 也更加依赖这个神秘英雄 在小女孩的助攻下一段过山车之旅后 二人也成功地走到了一起 两人结婚 突妞妞也怀上了男主的孩子 然而好景不长 在一次恐怖分子的随机杀人事件中 突妞妞与小女孩不幸地成为了被击杀的目标 当猎鹰感到之时 只看见小女孩的尸体 而妻子突妞妞也奄奄一息 最终也因为抢救无效死亡 这令男主无比沮丧 然而经过助手的调查才发现 这件事却因自己而起 原来 当初猎鹰在执行击杀警察的任务时 认出了那名警察正是那个小女孩的父亲 所以只是火力威胁 让自己的甲方带枪逃脱了 却没想到拿到枪的恐怖分子 再后来发动了那起随机杀人袭击事件 等于是自己助纣为虐 悲痛欲绝的猎鹰整日只想着复仇 变得沉沦 然而在看到妻子留给自己的录像之时 猎鹰终于再次振作起来 她决心不再随意杀人 而是成为保护他人的力量 于是她便建立了一座庄园 在这里种植起了棉花 保护那些贫困的穷人 传说没有一张纸屑可以随意进入庄园 如果有 下场就会是这样 但由于男主庄园的地下 隐藏着稀有的铝矿资源 恐怖分子与政府都想拿下它 争夺资源 所以便爆发了开头的那起庄园保卫战 战斗刚结束 助手正在帮猎鹰疗伤 却没想到来了一名不速之客 来人正是死去小女孩的父亲 就是当初猎鹰没有杀掉的那名警察 这次他是来复仇的 猎鹰丢出一把枪给他 他却不屑于用枪 想亲手了结猎鹰 为女儿报仇 于是最终决战开启 出于愧疚猎鹰一直没有还手 任凭女孩的父亲殴打自己 然而兔子急了也咬人 更何况你惹了一头猛虎 猎鹰终于开始还手 最终警察被打倒在地 于是猎鹰来了一顿嘴顿输出成功地洗脑了警察 让其原谅了自己 再后来 警察来到学校接走了一名小女孩 原来这名小女孩是当初 秃妞妞弥留之际诞下的孩子 他原本的父亲应该是猎鹰 但猎鹰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当小女孩的父亲 于是猎鹰把他交给了警察抚养 小女孩从出生就以为警察是他的父亲 好家伙 我害死你女儿 还让你出钱抚养我女儿 简直是杀人诛心呢 而猎鹰去了哪里呢 根据警察的回忆 猎鹰当时在地堡里让所有人离开 自己引爆了庄园 大家都以为他死了 但江湖上还流传着他的传说 或许他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行侠障秘 这就是2024年最新印度动作电影猎鹰的故事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动作猛片 就是这件事 好 云 感谢观看